杭州在菊英老面馆和小狗老面馆 同时厨房里面烧过面的只有我一个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刚 今天我们去吃三家面馆 这三家面馆对我来说都蛮有意义的 因为在十多年前 一二年的时候我在电视台的时候 这三家面馆我就拍过 那么我们今天去看看 这十多年过去了 他们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走出发 老店已经没有了 现在就都是连锁了 那么连锁嘛 就无所谓哪里都可吃吃都一样了 你好 那个就一碗穿筒的片儿穿 现在二十五块钱了 这些的都是老照片 老位子啊 江城中学背后的那个时候是 这些 这些怎么没有我的照片 杭州在菊英老面馆和 小狗老面馆 同时厨房里面烧过面的 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当时在杭州电视台录节目嘛 杭州基本上有名的面店都去过了 韦萨我拍面店 把这家面我放在第一位 因为小时候对这家面的感情还蛮深厚的 在江城中学背后 是他老板的小女儿在烧的 我们家亲戚就住旁边 熊镇龙 所以说跟他们也认识 房子他当时租的是那个 那个房管所的房子 所以去他们家吃面可以不用排队 面啊 这个细面就是我们老杭州城南的那种面的做法了 笋片呢 这个季节已经是 就不是那种新鲜笋 就是罐头笋 当时他们老板就是暑假不做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江城中学学校放暑假 他就不做了 因为当时做的就是那种江城中学学生的声音 后来慢慢慢慢名气做起来之后 开始有骗人穿的 嗯 面还可以 毕竟已经不是老店嘛 卖给别人了 变成连锁之后品质嘛 肯定不如以前 所以说他自从老店关门之后 卖了之后我就没吃过 第一次吃 这么说吧 跟老店保留大概六七十 首先雪菜就不吃 雪菜以前是两黄一绿 那种半腌制的半腌熟成的那个雪菜 没有像现在就是纯的那种青雪菜 那个雪菜会更香一点 而且当时那个出面很快的 那时候一个小女儿烧 一个是还有帮工在烧 那个帮工出面时间 大概我们这时候计算过 三十五秒到四十五秒 四十秒左右 就一碗面 杭州这种面 很简单很清楚 猪油 味精 加一把热水糊 就烧了一碗面 现在蘑菇是标配 以前到那边 加蘑菇 加肉片 加油 加荷包蛋 是吧 还有多少人记得 当时烧面的也好 老板也好 我都觉得还行 但是有一个人我很佩服 就门口给你点单 那个大姐 这么多人排队 这么多人付了钱 拿了号子 哪个人加什么加什么 加面子加什么 或者加蘑菇 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配方上基本接近 但是都没有还原到老店的样子 老店的油渣 哪有这么大的 看一下啊 这跟我手指头这么大 老店油渣真的是 那时候很小很小 跟肉丁一样的 你嚼下去不会有薅味 这种油渣就大了 其实就是费工 这种传钱啊 真的是越来越少 料筒呢 还足的 啊 27块钱 其实跟我们当时在菊英吃 五六年前在菊英吃 其实价格是没变过的 他现在你要跟他巅峰 就是老板还没有开连锁转量之前 和上米其林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可能外地人吃不惯 到时候又要说油啊 可能 杭州那时候早上的天气有点冷的嘛 如果那个面猪油不厚的话 它那个很难保温 就吃吃着 面就凉掉了 那就不好吃 而且猪油在的时候就本身就很润 好 第二价啊 人生三碗面是吧 炒面 体面 猪肝面 哈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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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炒面 体面 跟三下面都不是啊 来的 这个问题啊 我们从小吃大大的 猪肝面 位置位置已经换了好多了啊 啊 小红猪肝面 标准款来一个 啊 这家面店啊 很有感情的 我们那时候高中里中在都到这里来吃的 小时候是家务了 白米加五是吧 加面加肉丝是不是 加荷包蛋 加油渣加辣 有些的是面直接加二 对吧 我们有个同学直接面加三的 那时候也就是穷嘛 哈哈哈 老板也很多时间了啊 一直在做 这种老杭州还在传承下来 在烧面的已经不多了 这家店起码起码就25年 我那时候才高中的时候嘛 在吃面的时候就有了 现在都涩了多少 来口猪肝啊 就小时候味道 一点没变 哎这种老店的传承啊 一定要 师傅一换 厨师一换 中餐就这样 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 我们小时候这个阿姨就在烧 现在还要叫他阿姨 真的是老阿姨啊 老德胜是吧 还有多少记得 猪肝啊 上江过的 标准的 杭州炒猪肝的炒板 九黄 大蒜苗 然后炒这个猪肝 很嫩滑 猪肝面为什么我选这一家 其实烧了好的也很多 比方说小鬼 面就标准的杭州面 细面 像一般我们在菜厂里买的面 机器都夹一次 我们两只娃叫夹一双 所以它的面很容易散 但面店面的一般你可以要求他加两到三次 每多加一次 他们你收两到三毛钱的人工费 但是这个面夹出来之后你再去烧 就很筋道 它不会散 那时候在电视台嘛 很多那个有名的面店后厨都去过 然后当时呢 他们老板也跟我讲解了很多他们那种小窍门啊 以前高中在德盛读的嘛 就要资啊 懂的人都懂的 好老姐中英 好像最后拿着一个就要资 一个骑驾 中车都已经别累了 中间没人命中也啊 女子模特也啊 老杭中面馆精髓啊 都干很嫩 是吧 面条很筋斗 有嚼劲 但是是细面 汤底很浑厚 酱油汤 好到了啊 第三家 我们进去看看啊 阿狗面馆 现在改名字了 叫小狗面馆 品质完成了如何 看看啊 哎你好能点吗 呃一个猪腰半串 哎对是的 啊 其他不用加油扎行吗 哎对 老板烧 那时候老板烧 而且你们照台我也烧过 哈哈对因为电视台嘛 我要比比看那个时候 嗯 我的好了是吧 好谢谢你啊 哎我来我来我来自己来 谢谢 啊 来吃面啊 嗯 面还是有点味道 满筋道的 其实这个面啊 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肉丝炒面 是一个道理 然后后面到了好像 05年06年吧 开始换名字 变成半串 来口它的腰花啊 很嫩 腥味去腥也去做的蛮不错的 腰花没有过了 但是表皮上 它有一有一层胶壳 就是外脆里嫩那种口感 腰花的脆感 也有 处理还是到位的啊 标标准准的杭州半串 然后加了酒黄和豆芽丝 我们那时候在那个 他老店吃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东西啊 后面现在才加的 还有豆腐干这些 面也很筋道 中间的略带一点点的 加深白鲜那种啊 它这种呢 就是我们标准杭州城南吃的面 细面 陈北啊 很多啊 已经还原不出来 都是那种粗面 因为杭州后面那个开放进程吧 很多外来乌工者到杭州来之后 他们吃不惯杭州的西面 然后就吃就很多店就改良过之后 变成粗面了 特别不错 特别不错 浓油赤酱 一般人不太会关心 而且大家酱油是很厚实 我可以给你们透个底啊 当时我是知道配方的 告诉你们一下 一个是酱油 一个是美极鲜 酱油是用的是胡杨酱油 然后用蚝油 再加上一点点的味精和白糖具体配饼 那我就不能说了啊 他们商业机密说起来 长口猪肝啊 嗯 猪肝还行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老 但是它那种锅气很重 而且现在量很大 以前我们在那个老店吃的话就二两面 今天我看看的话 我估计毛骨骨有三到四两 这个分量是有的 而且加了酒黄之后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炒面必须加酒黄 不加酒黄就是少了那么一点香味 现在加了酒黄加了豆芽菜之后 口感更好 香味也足 不错 张时尚还跟他们老板PT过了 就阿狗师傅 现在我骨骨应该七十多岁了 那时候他烧一碗面 我烧一碗面 同样是半川 速度是真快 我是蛮佩服的 我当时大概一碗半川的话 骨骨要两分钟左右 他们基本上在三十秒到四十五秒之内 肯定完成了一碗面 熟成生巧了 我是属于那种出来人家兆头 是吧工具也不熟悉 然后我们那时候编导硬拉着我上 一定要说跟他PK一下 那就来嘛对吧 谁怕谁 哈哈哈 好吃啊 还是以前的那个味道 虽然已经不是阿狗师傅在做了 但是那个味道包括他那个餐饮的标准化做的也蛮不到位的 就是啊价格有点小贵 以前我们这么一碗半川我记得是28也不知道是25块钱 这句话已经十多年前了 现在已经你看刚才我点单的时候你们也看到48块钱 其实啊 到这里应该最正宗最正宗 吃的是一碗猪肝汤面 不是半川 焦头它本来就是二次炒的 但是这个时候就很考验 半川就很考验它的那个锅气重不重 锅气一旦重 面也香 树干腰花也香 再配上酒黄的香气 这一碗面可以的 其实我买环天我们小时候的酒黄肉丝炒炒面 但现在没有 没有人在做 腰花呢也是我们老底子杭州师傅那种教法 酥子切法 你看就一刀一刀一刀切好再拉一个鞋片 这种酥子切法呢好入味 而且那个出菜的效率就高 猪肝薄厚度也刚刚好大刷也刚刚好 这样的猪肝刚好入过 而且我记得那当时阿狗师傅烧的时候 猪肝放到猪肝和腰花放进油锅 就七层油温的油锅里面 不会超过五秒钟的 然后就是青菜豆芽菜一起再放下去 稍微一边炒一勺酱汁 这个焦头就好了 还是保留的蛮好 我蛮欣慰的 十多年了这么多分店 还能保存这样的手感和这样的口味 不容易 小肉丝就是我喜欢吃那种 硬硬的那种干扁过的 走了谢谢 好吃的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